鄧文餐被擠壓 所有人好像都已經準備好了 他的律師要提出抗告 這個看起來還沒完沒了 但民進黨已經迫不及待的 立刻宣布從明天開始 鄧文餐大哥算什麼 停權三年 什麼都不用再想了 不要再想這個選總統了 另外一個準備好的是桃園捐獄 他說鄧文餐來的第一餐便當 我們都傳扁扁了 等他來就立刻享用香噴噴的便當 到底怎麼回事 委安怎麼看 今天是7月11號 總統他被公告宣布是 行政院長是4月10號 這三個月前 三個月前總統他被公佈之前 鄧文餐原本還被討論 會不會是鄧文餐 都還有一點可能 才三個月駐洋變色 現在竟然變成接下求 所以政治真的變化很快 民進黨的廉政會 禮拜一晚上開會的 民進黨廉政會是這樣 如果有人涉攤50萬元的匯款 就直接除名 然後被一審有罪 涉攤的定義是什麼 一審有罪 對 一審有罪涉攤 可是也不會是積壓就 羈押的話就是可能停權 但這次因為這個社會關注 所以禮拜一晚上也做成個決議 只要被羈押 鄧文餐廳被羈押 就要停權三年 但綠事還可以抗高 綠事抗高那已經不管了 因為他已經被羈押了 不可能抗高以後 又挖撤回來也不會了 那三年什麼意思 我就跟大家講 原本就已經沒什麼機會了 已經到海基會董事長去了 但是就 好 OK 我就直接講了 但是就各個民調都還在做說 新北市長好像 民調比數稍微還高 台北市長也可以選 高雄甚至成績範不選的 這輪賽區好像都會贏 系列都會贏 我還在講543 我現在不是把它連結 但我告訴你 結果就是你也不用想了 因為現在停權了 停權代表2026年 那是兩年後的事 你根本沒有資格 被民進黨提名參選任何公職 所以是不是沒了 2026沒了 那都被收押了 也沒有2026了 他之前不是說有拜託小英 有拜託無奶人 現在還殺到這樣刀刀劍骨 倒回來我還是必須說 所以因為這個政治 比小說還刺激 但是就壞在2017年的 那個監聽一文 跟五百萬元的黑色行李代 對 如果沒這回事的話 也不會有任何任務 可是如果我們當今這樣 假設說真的有利的人要保 你看邱莉莉 那些過程 那些環節 請人家上車的 林氏姐還記得嗎 鐵鎮如山 莉莉在墨 說沒事就沒事 耀中你講這非常對 因為我也很仔細看鄭文燦這個案子 雖然他有看到那個 有手勢 有比武 對 然後有監聽一文什麼等等的 但是問題是 他有沒有可能像整個 台南的議會會選案 議長會選案 他全部都靠人 他就整個就分共就好了 他跟相比的地方相似 還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